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剧团先生频道,我一旧是师妹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看不顺眼外婆 成天针对他,对他乐于相向 结局却非常感人的故事,爱回家 因母亲得将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找新工作上 男孩只好听从母亲的安排 来到三三老家和不会说话的外婆一起生活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这位亲人 非常陌生,也非常排斥 从小就在城市生活的男孩压根就没吃过苦 更别说在任何方面都落后的农村 交代好注意事项后,母亲便乘坐最后一班车离开了老家 男孩嫌弃外婆身上脏,总是拒绝他的靠近 并且并对他恶语相向 他抗拒着这里的一切,包括饭菜 他也只吃母亲给他留下的罐头 男孩没日没夜的玩游戏机 丝毫不顾及一旁躺着准备入睡的外婆 他穿着汉冰鞋,在满室尘土的室外自娱自乐了一会之后 又在室内溜达了好些时间 席子上全是鞋子上蹭下了尘土 外婆只能在男孩闲时将会成小具 当外婆哆嗦着将手上的针递给男孩时 他一脸不耐烦地将线穿过针孔 又继续沉浸在游戏世界当中 但这事多做几次之后 男孩也比之前细心了不少 起初穿针就只拉出一小段细线 现在已经会给外婆留下足够用的线 并且用剪刀剪断 几天后,游戏机的电池终于在没日没夜的消耗中 结束了他的一生 来的时候并没有带备用电池 本想向外婆借点钱买新的电池 然而外婆口袋空空,一分钱也没有 男孩生气地推了一把外婆后 回家翻遍了所有东西 却还是没有找到一分钱 他将外婆那缝缝补补又一年 唯一的一双鞋子给扔掉了 因此,外婆外出时只能光脚 才在那满是石子的山路上 但这些还不够 当外婆回到家时 墙上却是男孩涂鸦的 带有侮辱性的图画 男孩并没有觉得不妥 甚至在一旁露出了圣礼的笑容 外婆投上的簪子引起了男孩的注意 或许他可以将簪子卖掉,以换电池 一日,他趁外婆还在熟睡时 悄悄将簪子摘下 在村民的一路提示下 他终是找到了小白布 由于村子实在太过落后 好几个商店都不贩卖扭扣电池 男孩只好作罢 回去的路,男孩早已记不清 他都站在各个小巷里 却迟迟找不到回去的路 幸而路过的陌生爷爷认识路 烧带了他一身 将他送到了熟悉的小道上 外婆搁楼着脊背 缓缓出现在男孩的视线当中 从这一刻起 男孩渐渐开始变得懂事起来 当天空突然下起大雨 他会将晾晒者的衣服收起来 外婆的也一样 当天空再次放轻 他又将衣服重新晾晒 外婆主动问起他想要吃的食物 他便随口说了一句 披萨、汉堡和炸鸡 见外婆有些茫然 他便借着不话向外婆说明 外婆认出了上面的机后 便离开了家 男孩满心欢喜地望着外婆的背影 可直到他已经入睡 还没有等到外婆归来 当他从睡梦中醒来时 眼前的顿鸡却让他无比失望 抵不过真正恶意 男孩还是向那丝毫 赢不起食欲的鸡下手 夜日 外婆因前一碗淋雨而感冒 男孩学着照顾他 并且将自己偷偷拿走的簪子 插回了外婆的头发里 他主动帮助外婆将南瓜摘下 并一同坐车去镇上集市旁摆摊 由于外婆不会说话 无法和路人沟通 因此 他总是留不住客 男孩站在不远处看着外婆 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外婆给他买了双新鞋 并带他去了面馆 可他一点也不开心 因为他并不喜欢那双鞋 男孩看见了商店橱窗内的扭扣电池 但他并没有让外婆给自己买 爸爸的朋友经营着一家小卖部 两人已经有段时间没有见面了 因为膝盖不适 行动不便 外婆来到小卖部看望老友 并带回几块男孩想吃的巧克力派 男孩想和喜欢的小女生小美坐在一起 因不想在女生面前丢面 男孩并没有将外婆手上的包袱 和自己一块乘车回家 公车一趟又一趟地经过男孩面前 可外婆却迟迟未见踪影 许久之后 她才看见步履蹒跚的外婆 她抱怨着外婆身上来吃 却又别扭地接过她手上的包袱 她偷偷将自己打算留到第二天再吃的巧克力派 放进外婆的包袱中 脸上露出了天真的交融 小美经常和村里的小智待在一块 这样男孩十分嫉妒 于是她起了坏心思对付小智 当小智经过一段小路时 男孩便在不远处大喊 蜂牛来了快闪开 那段路经常会有一头脾气不怎么好的黄牛 大家一般都是避而远之的 因此小智对男孩的呼喊深信不疑 可她并不知道 她的身后其实是没有蜂牛的 第二天这戏重演时 不慎摔跤的小智 还是发现了男孩的坏心思 道歉的话语说不出口 男孩只是像外婆平时一样 用手在胸前画出圈 以表歉意 几天后 男孩顽皮地坐在推车上 好像坡下 由于碎事过多 男孩连车带人摔倒在地 腿部受伤 无法正常行走 只能一蹶一拐 这时小智在不远处提醒她 蜂牛坐在她身后 可她却不以为真 幸亏小智来得及时 否则那头牛已经撞伤了男孩 男孩正式向小智道歉 为自己以前过分的行为 她打开了外婆塞在她包包里 被齿包着的游戏机 这才发现原来外婆在里面放好了买电池的钱 这一天 男孩终于懂事 学会了什么叫做以德抱怨 看到外婆的那一刻 男孩心里的愧疚和委屈彻底爆发 她大哭着走向外婆 头一次没有抗拒她的靠近 外婆将女儿寄来的信递给男孩 再过一晚 男孩就要和母亲会熟儿了 夜里 男孩耐心地叫外婆写一些日常用语 因为外婆不会说话 分隔两地的他们只能通过寄信交流 男孩和外婆约定 如果她不舒服的话 那便给她寄一张空白的纸 这样她就会立刻赶来外婆面前 说着 两人都不经落下了不舍的泪水 房间里回荡着男孩的啜气声 外婆睡下后 男孩替她穿好了许多针线 并留好足够长的细线 一日 男孩在和外婆分别前 什么话也没有说出口 却在上车前 将一叠卡片塞到外婆手中 并用手在胸前画圈 对她道歉 之后回首与她告别 外婆回到家后 翻看男孩留给她的卡片 原来她已经在卡片背面 涂鸦好各种图案 上面还写着 我想你 我生病了 的字样 显然是为了寄信方便 这样的话 每当外婆想给男孩寄信时 只要在信纸内放入一张卡片即可 故事到这里便结束了 影片从头到尾都没有外婆的声音 她做的最多的一个动作 是用手在胸前画圈 向男孩道歉 男孩的顽劣和外婆的包容 导致这样的戏码 每天都在上演着 可外婆却从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耐 她一辈子都生活在农村里 不清楚外面的世界 也不清楚男孩整天捣补的是什么玩意儿 她只知道 她会在自己能力所及范围之内 给男孩最好的东西 即便她总是因不满而比她发脾气 但是好在外婆还是用自己那颗包容的心 让男孩被她所打动 明白什么叫爱 女儿和外孙离开后 外婆的生活又恢复了从前那般模样 但不一样的是 她的身边多了外孙送给她的卡片 那些卡片会存在着男孩的爱 一直陪在外婆身边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